华联市国副理理长庄万来同时也是士巴福德公的主任委员 日前率领礼监士们来到施工所捐赠8万元的慈爱基金 要帮助图逢巨变的民众 而福德公管委会也相信施工所会妥善的分配 事实给予需要的人关怀及温暖让他们暂时度过难关 华联市国副理理长庄万来同时也是士巴福德公的主任委员 日前率领礼监士们来到施工所捐赠8万元的慈爱基金 要帮助图逢巨变的民众 市长威嘉燕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里长和福德公信众们的善心意举 市长威嘉燕亲自颁发感谢状感谢里长和福德公信众们的善心意举 专丹为丰里长也带了微数不少的金额捐助到我们脩埃基金 我在执爱基金之后很多 pasar COVID-19 患者是ga 转发人员 会认为疫情变化下很多居家的生活有所改变 可能了执政上警察也受到一些困难 那感谢我们的专丸来里长 愿意出手来捐直爱基金 那我想我们会好好善用 我们直爱基金这笔钱 帮助有需要的弱势的一个家庭 以及我们所有的个案 花龄市今年1到3月中 就协助了35件的急难个案 发放救助金达33万元 大部分的个案都是面临重大疾病 意外事故等 顿时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柱 施工所评估个案状况之后 会给予最适切的经济和关怀援助 更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一起加入 关怀弱势族群的行列 介入会欢事报道